欢迎收看寻找台湾感动力 我们要带您走遍368个乡镇市区 一起寻找追梦的故事 大家好 我是洪乃荣 金门丁红楼里人来人往 许多青年创意品牌进驻 角落里占地狭小的空间 一间清草茶店铺引人注目 这是今年42岁的李俊杰所创立的品牌 13年前他在海外工作 工作压力大引发了思觉失调 饱受幻听幻觉的困扰 在一次误闯军事基地之后 他决定放下工作回台 到台中东市的外婆家休养 靠着外婆独特的清草茶配方 李俊杰身心都得到了疗愈 也埋下了创业的种子 我们现在要充足的是鱼心草茶 冲泡起来就要注意一件事情 就是它的焖蒸时间要比较短一点 因为它的 不然它会比较容易有苦涩的味道出现 在西门町人来人往的红楼里 角落里狭小的店面 李俊杰 正义茶包 手冲等方式 吸引众语新知 品尝各种古早味青草茶 我最常喝的是那个鱼心草 然后我记得我第一次喝的时候 就非常非常的惊艳 然后因为鱼心草它非常回甘 就是我们平常去喝手摇饮料 都会要加糖嘛 可是像比如说喝鱼心草是完全不用加糖 我都觉得那个回甘的感觉超棒的 很惊喜就是说 就怎么会有人有想法把台湾原生的植物 炼成茶 我们准备穿个鱼鞋 好啊 好啊 因为你昨天下雨 是啊 积水满多的 将台湾原生植物制成茶饮 今年是李俊杰投入创业的第七年了 从植物的采收到切割 晒干 研磨 调背比例 烘焙 最后制成茶包 留成一手包板 这些外人眼中不起眼的野草 在它的眼里却是珍宝 鱼心草是 它其实是清冠一号里面会用到的一款青草 它本身可以润肺 润喉以外 然后可以提生命运气 除了鱼心草 路边常见的咸丰草 也是李俊杰青草茶配方中的重要材料 咸丰草它其实在本草岗木里面记载蛮多 好的帮助 那除了可以清热 就是可以降火气以外 它本身对于身体的代谢 或者是对于肠胃的保健 其实都蛮多的帮助这样 不同的植物有不同的香气及功效 并持着推广在地青草茶混化的精神 李俊杰2018年开始作茶 却发现市面上的青草问题重重 我们自己曾经也是希望能够让我们的草 草的来源是能够安全无余的 所以我们把这些曾经购买 采买的这些青草拿去送检 发现大概只有十样里面 只有过两样而已 那其实是很危险的一件事情 找不到良好的过源 李俊杰一度尝试自己种 却发现隔壤如隔山根本种不起来 后来到桃园杨梅农会寻找合作契机 认识了仙草班的李子谦 我觉得仙草还蛮厉害的 它这样子种一个小苗 然后就可以长超大的 我觉得这一定是土壤要够肥才行 你第一次下肥土壤就要够啊 土壤你没有肥料给它吃 怎么会长大呢 这都是要那个 而且田药轮座比较好 它有杀菌的那个 不用去那个撒农药那些啊 你看我的田药 我种到都没撒农药咧 我们仙草班104年全力 就种有机的 因为为了大家的健康着想 长期从事有机栽培 李子谦与李俊杰一拍即合 不但配合李俊杰的需求 开始种植仙草以外的植物 也传授植物的种植知识 旁边又有鱼竹啊 李俊杰则用高鱼市场的价格 向李子谦收购 两人发展出亦是亦有的关系 如今李俊杰食用的植物 大部分都是来自李子谦的青草田 不过会让这位台湾青年 一头栽进印象中传统的青草茶事业 其实源自于13年前的一场大病 那一年算是29岁 主要因为我在国外的工作 其实是做家居集中保育的主管 那那个时候其实我们台积干部 台商台积干部 台积干部要肩负的责任就更重很多 所以几乎没有什么时间可以好好的休息 今年累月的疲劳将身体压垮 开始出现幻觉 自己没有意识到自己生病了 那只觉得在宿舍的时候 发现觉得同事好像都会有利益 不知道自己生病了 李俊杰走到了街上 甚至误闯军事用地 差一点惹户上身 地下四楼停的是一些军用车 对 那时候他们还蛮压抑 里面管理员蛮压抑 因为这边是通常一般人不会进来的 我怎么会进到军事用地去 然后那时候他们就很紧张 然后那时候警察就和枪实弹地过来 拿了长枪 想说这些人怎么回事 怎么闯到这里来 事发后 李俊杰住进澳洲的疗养院 这一住就住了三个月 那个时候甚至 甚至在国外 他们是一个 他们是FBI机团 要来抢劫我之类的 要来绑架我之类的 就是会有一个那种电影 很多电影里面情节 会出现的一些想法 出院后 到台中东市的外婆家属养 外婆天天熬煮青草茶给他哥 让李俊杰身心逐渐康复 我们外婆他 那个 他其实在十几 快二十年前就有机种植水果了 他是果农 那那个果农 果树底下的那些 长了很多的野草 对他来说都是宝物 他就觉得那些东西明明可以吃的 不能丢掉 所以他就觉得那些草 是很健康的 所以都拿了 采下来就全部来做青草茶 离开台中后 李俊杰一度回到职场上 但是几年后 幻听又出现了 这才意识到身体又在拉警报 再度离开职场的他 回忆起外婆的青草茶 于是突发奇想 将青草茶以手冲的方式呈现 反应良好 开启了创业的契机 这么好的东西 他感觉在台湾快要有 快已经呈现出断层的状况 那很可惜 是这么好的青草文化 却没有人去传承 那我觉得或许 如果未来有一天有机会的话 我可以把这件事情 好好的跟更多人去讲 天天沉浸在青草香中 李俊杰克服病魔 不但完成了创业梦想 更满怀热情 要让台湾这独特的青草茶文化 被传承 被看见 来到这一会儿 来到这一会儿 在这一会儿 再来到这一会儿 感谢观看